第四章 今天我們講的是第四章 畸形社會的生物 在這個自然界中 生物實在太多了 所以這邊我們看4之1 分成圓核、圓生跟菌物界 4之1講的是植物界 4之3講的是動物界 那我們現在講4之1 圓核、圓生跟菌物界的部分 好,那這邊一開始說 學過第三章之後 我們知道生物的命名 對於認識生物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兩頁的課本當中 有17種動物 那問你對牠們了解有多少呢? 好,大家請分工合作 根據圖中的資訊 找出該動物的學名 牠有給我們牠的屬名 那跟牠的學名 跟所屬的基隱門肛木 這些分類階層 那我們等一下每一個都會秀出 他的基隱門肛木出來 之後呢,大家再討論 好,那在大家找的這段期間 我就會放這影片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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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相信大家可能都已經找好了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他這邊有個探究提運 然後人類的分階 分類基層呢 是就是 哺乳類 靈長墓 那你找了這麼多 十一種動物之後呢 發現那 氣雲關係 人類最接近的 是誰 然後列舉他跟人類有哪些相同的構造跟特徵 那裡面找到哺乳類和靈長墓的 應該沒有別的齁 就是什麼 就台灣名猴了嘛 說到台灣名猴 他剛好也是哺乳類靈長墓 所以呢 是跟 人類最接近的動物 然後 親尾根最接近的 我們都一樣有 全身有毛髮 可以對握了手指 雙眼在前 好像很多哺乳雙眼是在兩旁的齁 那雙眼在前 還有什麼 外耳殼 臉型是比較扁平的 一樣會育幼、哺乳、群居等等的這些齁 好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台灣棉花鹿呢 他的什麼 他的戒門、鋼木 這四個 好 動物戒 起鎖動物門、哺乳鋼 歐木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先暫停 然後把它抄下來 然後 那如果沒有興趣沒關係 我們就看過去就好了 好 那這個是 蜻蜓 是 昆蟲 所以它其實是 動物門 昆蟲鋼 那這叫做 青鱗木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黃蜀狼的部分 它是動物界 極鎖動物門、布鋼 石肉木 又看這個 翠霞蝶 它前面都跟它青鱗是一樣的 動物界 其實是動物門 昆蟲鋼 它是靈翅木 這個 翠上面有靈片 很細小的靈片 還有靈粉 這個叫靈翅木 好 接下來我們看是小水鴨 它是靈翅動物 鳥鋼 硬形木 OK 好 三椒魚 是兩棲類的 就是兩棲類 所以它是靈翅動物門 兩棲鋼 有尾木 那 這個是屬於 櫻花果粉龜 台灣特有的 這個是 浮騎魚鋼 龜形木 蠻特別的 像鮭魚一樣 好 龜殼花 這個是台灣特殊的 這個 這個 趴行鋼 它是爬蟲類 爬蟲類 有靈木 接著是 春生甲 吃的動物 哺乳鋼 靈甲木 手工 這個 就跟 這個什麼 這跟 龜殼花一樣 是屬於趴行鋼 但是它後面不一樣 是有靈木 好 接著這個是 秋行蟲 秋行蟲 吉利東門 昆蟲鋼 跟前面的 蝴蝶 還有青頂是一樣的 但是後面它是 翹翅木 這個 它的翅膀 外面有一個很像殼的東西 比較建議的外殼 叫翹翅 翹翅木 好 就看 這是墨式 舒服 雞手動物門 兩棲鋼 跟藍魚手工 兩棲鋼 五尾木 這個 不一樣 手工是屬於爬行鋼 兩棲鋼是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什麼 三角魚 三角魚是兩棲鋼 但是有尾木 這是五尾木 一個有尾一個沒有尾 好 接著呢 我們看的是台灣藍雀 我們剛剛影片中看到 它非常的漂亮 它是鳥鋼的 雀形木 好 接著台灣彌猴呢 跟我們最接近的啦 布魯鋼 林掌木 台灣黑熊 布魯鋼 石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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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肉的 長爾福呢 這是台灣特別 蠻大隻的喔 它是布魯鋼 翼手木 這是翼手 手像這個翅膀一樣 要翼手木 它是吃水果的 不是像那種電影來說 什麼吸血蝙蝠 不是 它是吃水果的喔 好 那最後看石虎啦 這不是貓咪 是台灣特別的石虎 非常可愛 那布魯鋼 那布魯鋼 石肉木 好 我們先介紹圓核生物界啦 圓核生物界 圓核生物界呢 圓核生物界呢 它說是木頭上所知最原始的生物 所以圓核你要記的是 它是圓 這意思就是原始的意思 這圓是原始的意思 那核呢是 沒有細胞核 要記得喔 它沒有細胞核 它細胞很小 有細胞B 好 有細胞B 那圓核生物界呢 老實在心裡先記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細菌 第二個叫做藍綠菌 細菌呢 它又分為三種 叫做球菌 桿菌 螺旋菌 我要說一次喔 圓核生物界你要記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細菌 一個叫做藍綠菌 細菌要記三個 叫做球菌 桿菌 螺旋菌 分這三種 OK 好 來 那我們先看喔 那既然我剛剛講的一大堆菌 不要忘記喔 公共範圍 聽到菌這個字 就一定有細胞B 不然是細菌 或是藍綠菌 都是有細胞B的 好 第二個 希望那個遺傳物質 沒有被磨包圍 遺傳物質 一般被磨包圍叫做細胞核 所以遺傳物質沒有被磨包圍 所以它就沒有形成細胞核的構造 那怎麼辦呢 遺傳物質有沒有 還是有 有一種物質喔 但怎樣 散落在細胞質裡面 一種物質散落在細胞質裡面 OK 好 那最後剛剛講的 細菌就是屬於原核生物 所以原核生物要先記兩個 因為是細菌還是藍綠菌 所以我們看 細菌有好的跟壞的 所謂的好跟壞呢 不是細菌本身喔 是對人而言 所以好壞不是細菌本身喔 細菌本身沒有好或壞啦 是人 人 覺得說這東西對它有好處 就叫做抑菌 非常有壞處就叫做壞菌 就這樣而已啦 細菌種類很多 有的會導致疾病 所以我們覺得它怎樣 它不好 它會感染像肺炎練球菌來 這個呢 一顆一顆像球一樣 一顆像球一樣 然後呢 把它連接在一起 像個鏈子 就叫做鏈球菌 它會導致肺炎 就叫肺炎練球菌 那就是 黴毒螺旋體會 黴毒螺旋菌 我剛剛講 球菌 橄菌 螺旋菌 那這個原因就是它 黴毒螺旋菌 OK 它會感染黴毒 那黴毒是一種 痾 性病 老師說是一種性病 那一般來說 只要正常的話 是不會到這種病的 一般而言 好那我們看 抑菌如有 像乳酸橄菌 像我們常常會養肉多 裡面就有抑菌 對人體有益的 像乳酸橄菌 這個東西 你看它長得像 抑菌的橄子一樣 叫橄菌 那乳酸橄菌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養肉多理麵 或是你喝一些 乳酸飲料 都會有 它可以幫助人體的消化 所以是對人體有益的 所以我們就叫它是抑菌 抑菌多 壞菌就少 這不是只是個廣告台詞 它是真的怎樣 對人體真的有幫助的 然後抑菌多 壞菌就少 那腸子就這麼大而已 就這麼長而已 所以你抑菌多的話 壞菌就會比較少一些 所以我們要多多怎樣 吃一些能幫助抑菌生長的東西 而不要吃一些讓壞菌生長的東西 第二個 部分的細菌 可以將動物的遺骸去做分解 有助於物質循環利用 所以這個細菌 對這個世界上是很有貢獻的 如果沒有說細菌的話 很多動物的遺骸根本就不會分解 那我們到處都是屍體 是不是 到處都是屍體 所以物質可以在做循環再利用 而且我們不會從這邊 就看到以前很多人的屍體 或是動物的屍體 到處都是 並不會這樣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最先發現細菌的人 是這個頭髮QQ的 叫做雷文霍科 他是一個荷蘭人 雷文霍科 他用自製行為菌發電細菌 是第一個發電細菌的人 第一個發電細菌的人 叫做雷文霍科 各位同學還記得 第一個自製行為菌 然後呢 命名細胞人是誰嗎 非常好 就是要訪問 對不對 OK齁 要一起去記齁 好 那第二個我說 雲和生物 要被細菌跟燃鹿菌 這兩個對不對 現在開始要講燃鹿菌的部分了 我們看到這邊有兩個圖片 一個叫念球藻 念球藻就叫做念珠藻 像那個和尚念金 在轉動那個珠子叫念珠 叫念球藻 一顆一顆排列 非常整齊 叫做念球藻 甚至像螺旋狀的 叫螺旋藻 很好記 跟它形態來做命名的 那藍綠菌 它本身 就是藍藍的 綠綠的顏色 這叫藍綠菌 所以它說這邊 有些細菌還有 溫素 跟其他色素 然後呢 呈現藍綠色 然後呢 就叫藍菌 藍菌裡面有 藍綠菌 或者藍綠藻 所以藍菌 也可以叫做藍綠菌 也可以叫做藍綠藻 第三個可以叫做 可以用等它去做連結 好 那這樣它有 綠綠素 就可以形光的作用 有綠綠素 可以形光的作用 製造養分 或者能量 所以它們自己 可以形光的作用 就可以製造能量 然後會養分 像這兩個東西 唸巨法 有跟 有尋找 刻本有提到的 例子都把它記下來 好 這邊有個動畫 我們直接看了 然後如何自具優格呢 然後如何自具優格呢 這什麼也好笑的 哎喲 你在吃什麼啊 看起來好好吃喔 優格啦 是我們自己也來玩吃過咧 對啊 真是太厲害了 不過 自具優格應該很難吧 會呀 只要有現在 優格的 電鍋 就能吃飯搞定了 喂 為什麼自具優格 會需要加優格呢 因為自具優格 需要靠優格的 雲生物 也就是 酸菌 來使物能發酵 如果不加優格 也可以帶有 菌粉絲製作 嗯 做得不錯嘛 真好吃 哎 那是我的優格耶 別在意 別在意 讓我們一起溝通腦 想想這些 與生活中的 影響與無關的題目吧 好 好 那這邊呢 它有 講一個東西叫優格 優格呢 它的製作方法很簡單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找很多配方 你在YouTube上找很多配方 你知道 這次優格就很多人都教你 用電鍋很簡單 好 那而且呢 這個 方便製作 你可以自己做看看 所以它這邊說 你可以直接叫乳酸菌啊 因為什麼 因為裡面就有乳酸菌了 或者可以去買一些菌粉 好用菌粉 外面都在賣 好 那第一個要問說 為什麼優格是有益健康的食品呢 OK 因為呢 它是由鮮奶去發酵後的產物 那中間有些蛋白質 是大分子 它把分子成小分子的 所以對人體來說更好吸收 更好消化 那另外就是 乳酸菌在發酵的時候 會將乳糖變成乳酸 所以有一些人怎樣 有乳糖不耐症的 那乳糖已經被噴解掉了嘛 對 那 就可以解決這個乳糖不耐症的問題了 那乳酸還可以降低糖 到了酸鹼值 然後可以抑制這個腐敗菌的滋生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它就是有這個好處存在 所以如果你喝牛奶會 拉肚子的 乳糖不耐症的 你可以去靠喝優格 或是吃優惑乳都可以幫忙你啊 好 第二個 為什麼新奶分在吃幾天之後 就臭酸了 不能食用了 來 我們看一下 一般來說我們先來是用生乳原料去做 加溫砂菌包裝 所以它的溫度啊 是最多大部分的細菌而已 但是呢 不能說 它是全部的細菌 真的有辦法的 那砂菌後呢 冷藏就很重要啦 上去冷藏就變得很重要了 因為它有很多營養 所以呢 你如果啊 溫度上升的 細菌會怎樣 細菌就跟酵素一樣呢 這個作用會非常快 產生大量繁殖 那 加上蛋白質呢 分成氨酸跟硫化物 那它會吃下去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叫做硫化物 所以會有臭酸的味道產生 那 甚至會產生毒素 因為細菌代謝的過程中 它可能有些細菌比較 呃 不好的 會產生毒素出來 所以你吃了 就一定要會拉肚子 或身體不舒服 所以只要聞到臭酸味 不然 不要再喝了 好 再講的是原生生物劑 原生生物劑就開始怎樣 就開始有細胞核 這邊講的是 真核生物 就真的有細胞核 原核是 原始而沒有細胞核 那真核就是 真的有細胞核 好 原生生物劑裡面 有細胞核裡面 但是是比較簡單的一群 大多是單細胞 這什麼意思啊 大多是單細胞 所以不然是這樣 有少部分是 多細胞 好 好 第二個 一群會有養分方式 可以分三大類 又叫原生菌類 又叫藻類 又叫原生動物 跟這三類 好 那原生菌類呢 是沒有業力數這個東西存在的 沒有業力數這個東西存在的 因為它本身啊 不能自行製造養分 沒有業力數就無法自己製造養分 就怎樣 就靠吃別人 找到雞呢 它會養分在體外先做分解之後 再把它吸收掉 那什麼做體外分解 它把酵素 或是消化液 吐在外面 然後呢 先把那個東西分解之後呢 再把它怎樣吸進去 就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這叫兩個 原生菌類 又叫水霉菌 又叫做黏菌 那水霉菌呢 它長在魚的身上 會使魚類致病的水霉菌 它是像這樣子白色毛毛狀的 水霉菌 第二次 長在樹皮或枯葉上的黏菌等等 好 這個樹皮 我也如果 這個 有黏菌上面的這個樹呢 可能怎樣 也是生病的 所以基本上有水霉菌也好 或是有黏菌也好 這表示這個 生物本身怎樣 被寄生的生物 被寄生的生物 它本身怎樣 應該身體都不太健康了 OK齁 好 原生菌類這兩個要備喔 一個是黏菌的 是水霉菌 好 這次要找類了 藻類呢 都有細胞病 它們比較像植物 但它們不是植物 有細胞病跟異律體 可以形光和作用 所以有異律 當然可以形光和作用 沒有問題 它都具有細胞病 也都具有異律體 那 不同的 有顏色差也很大 那基本上呢 我們看一下 它有許多藻類是 以單細胞的方式去存在的 像有西月藻也好 有細藻也好 所以你要去記 然後這邊就要背一下 那細藻是主要海洋的生產者 這個細藻其實樣式蠻多的 也蠻漂亮的 那西月長的 就是因為外型長的 像 新月什麼叫新月啊 就是像初二啊 初三那個 月亮 初一分沒有月亮啊 所以它是在初一叫新月 就是說它的 在初二出三那個時候呢 這個月球啊 只有一部分 大概陽光那一部分 我們看到之後 這麼一點點部分 就叫新月 那這個長相它 就叫新月藻 OK 那細藻它本身 它是不同的 長相跟顏色 所以它其實是蠻漂亮的 它是主要海洋的生產者 是很多人 很多動物都吃他們 然後 海洋動物都是吃他們 來長大的 像小魚小蝦等等的 好 接著呢 我們要看的是 那早餘也有什麼 也有多細胞的出現喔 剛剛說大部分是單細胞 也有怎樣 也有多細胞的出現來 多細胞的部分呢 這邊有被的是石唇 石花臺跟昆布 好 那既然是多細胞 但就有分工合作的現象 單細胞就沒有什麼 好分工合作 就一個細胞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分工 但是呢 多細胞就有分工合作的現象 那這邊有三個東西要備嘛 石唇、石花臺跟昆布 它的名字是綠藻 好 旁邊給它寫一下 綠色的藻 綠藻 石花臺是 看它顏色紅紅的 叫紅藻 叫紅藻 那昆布呢 是屬於叫做核藻 核是核色的核 咖啡色的意思 好 核藻 把它寫在旁邊了 好 好了 你們在寫的時候 開始先做介紹 石唇呢 它 一般來說呢 我們會 吃到在哪裡呢 例如說自助餐 或者是 學校營養午餐 它會 給你們 叫做紫菜蛋花湯 那這個紫菜蛋花湯呢 紫菜其實是屬於核藻 但是呢 紫菜比較貴 所以呢 它綠藻的東西 它是用石唇給你啦 但是你不要去責怪它 因為呢 你喝這個 成本是非常便宜的 或者是一些 我剛剛講 自助餐嘛 自助餐它的成本 給你撈免費的 所以它的成本非常便宜 所以它放一點 石唇下去 OK的啦 沒關係 如果是高級調油店 它本來要給你海菜 海帶 或昆布 它給你用石唇就不行了 然後差很多 因為這個 這個 價錢是差很多的 好 那 石唇菜呢 這個比較常吃到 例如說洋菜 什麼是洋菜啊 這個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你可能聽過韓天 吃起來QQ 像做果凍那個原料 又叫做瓊汁 這東西都要稍微記一下 那不同的筆名都要稍微記一下 做果凍的材料 或做茶凍的材料 就是用這東西 石花在筆店的洋菜去做的 好 那昆布呢 就是我們常吃海帶 所以剛說海帶湯 紫菜湯 海帶湯 基本上就用昆布去做 你們去外面可能吃滷味或吃到 就是一種那個 欸 它會把它打一個結 打一個結 那個東西就是海帶 海帶 它有可能有滷的 穿燙過的 都有不同口 那個 口味的 看那個 店家怎麼去煮 或是可能家裡面 可能爸爸媽媽會買回來煮 有不一定 好 那就把它打一個結 那東西叫做海帶 又叫做昆布 OK 好 接著我們要看原生動物了 那原生動物它大部分都會是不具業律體 為什麼 動物吧 它是屬於原生動物 其實就是動物的 比較遠早 比較早期的動物 它沒有業律體 它缺乏細胞病 但是它等一下它開始有運動構造了 可以運動了 OK 好 那剛剛有說有細胞病的東西 可能稍微記下來 像藻類有細胞病 原生的菌類有沒有細胞病啊 回去看看原生菌類 原生菌類其實是有細胞病的 它是有細胞病的 如果這邊沒有講到症癌字 要寫在旁邊 它是有細胞病 把它寫在旁邊好了 有細胞病 所有的都有 不要忘記這個字 菌這個字就會有細胞病 好 來 我們看這邊 它這邊介紹三個東西 一個變形蟲 一個草履蟲 一個叫做追蟲 那變形蟲呢 它有尾竹 尾竹是假的腳 的意思 草履蟲呢 有鮮毛 我們先看這個圖片好了 這個是變形蟲 它旁邊這兩個是假的腳 它沒有鮮的腳啊 所以它怎樣 用尾竹去行動 還有怎樣 包圍它要吃的食物 草履蟲呢 用鮮毛 鮮毛就是很細的毛 整圈都有 旁邊一圈都有鮮毛 然後呢 鮮蟲 它長得像這樣子 它鮮毛就是這一條 鮮毛就是這一條 然後呢 一甩一甩的 往前進 所以一條毛的 就叫做鮮毛 有很多毛的叫做鮮毛 什麼毛都沒有的 就是怎樣 就是人靠尾竹 OK齁 靠尾竹來行動 來 其實我們看這邊 它說 鮮蟲會寄生在人體的血液當中 會引起昏碎病 稍微記一下 追蟲會引起昏碎病 好 那我們看變形蟲的影片 好 世界上会有一种生活 科学教称它为阿蕴蕴蕴蕴蕴蕴 并有点无形的称号 有知道他是谁吗 他属变形蟲 因为当变形蟲长大之后会开始繁殖 会有一个封裂成两个 然后脑的部分就会消失 也因此称为永生 世界上各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样貌 可是变形蟲却一种不同 它是一种单细胞生物 全身上下仅由一个细胞组成 唯有固定的形状 身体可以依据本身的需要来改变体系 变形蟲的名字就是因此而来的 它的身形大约建于10到60文米 主要生活在清水池天里 或是水流淡漫早日较多的清水中 有时候也会寄生在其他生物体当中 它们的全身都能长出不同形状的突起物 称为卫族 身体的形状随着卫族的伸缩而有所变化 并借此移动 有点类似我们人类的讲 不过胃族同时也是它们的受食器官 当碰到食物的时候 变形蟲会先用胃族把食物包围住 然后推入食泡里面去消化 食泡类似人类器官中的胃 功能是消化食物的养分 但也有足够养分的作用 而且跟胃酸一样 是呈现酸性 另外当身体有一些多余的水分需要排除 或者是要代谢身体肺部的时候 变形蟲也会通过体内的伸缩泡 让我们排除体外 换句话说 伸缩泡是变形蟲体内的水分调节器 并坚持全线的活物 然而变形蟲也是有危险性的 寄生性的变形蟲 有时会引起严重的疾病 例如阿米巴内疾 就是由阿米巴原疆所引起的 这种疾病通常经由饮水和食物传染 会产生自现的症状 近年来 曾发生阿米巴原疆 导致了热死亡的暗地 大多透过饮食 伤口 或感染者的排泄物传染 为了避免感染 生活中的饮用水 需确实准备 食物充分准受 精致的洗手 重量追加怀疾 回收 能免于阿米巴原疼的情感 OK 来 我们看后面的部份 然后 好 那这边补充之后 就是眼虫 眼虫 我们看这边有一根毛 所以它是用什么 用鞭毛在运动的 别忘记 有毛就用毛在运动 这是鞭毛 一条就是鞭毛 那这边有个红色的眼点 蛮特别的 这边可以感光 可以感光 可以利用红色眼点感光 用鞭毛运动 它缺乏了细胞病 它没有细胞病 但是有叶绿体 可以形光合作用 所以它很厉害 它可以自己制造养分 白天的时候 它就怎样 就形光合作用制造养分 日晚的时候 它可以怎样 可以吃别的东西 来获取它的养分 它是原生动物跟藻类之间的原生生物 所以我不能说它是怎么样 是原生动物 我也不能说它是藻类 我能说它是怎样 是原生生物而已 原生生物 但它不能归于任何一类 所以它可能是动植物的共同祖先 它可能是动植物的共同祖先 好 来 看下一个部分 这边帮你比较了原核生物 跟原生生物的比较 那原核生物这边呢 蜴蝇的细菌跟藻菌不一样 是什么叫蜴蝇细菌呢 就是要吃别人生活的 但是相反蜴蝇就是自营 自营的话就是 自己就可以营生 就可以生活下去的 叫做自营生物 自营生物全部都会有怎么样 有叶律素 全部有叶律素 但是不一定有叶律体 它有形光和作用的 可以形光和作用 跟属于自营的 好 那原生生物这边有朋友 原生菌类 藻类跟原生动物 没有问题 好来我们看这边 细胞壁的部分 这三个有菌的全部都有 有有有 藻类呢是怎样 藻类基有细胞壁 因为它这个比较像是 比较古早一点的植物 算是植物的祖先 所以呢它是有细胞壁的 那动物当然就没有啦 那形光和作用的部分呢 有叶律素就可以形光的作用 所以这边应该 只有它没有办法 它有办法 它也没有办法 这两个没有办法形光和作用 它也没有办法形光和作用 所以一二三 没有办法做光和作用 其他都可以 叶律细菌 别人生菌类 别人生动物都无法形光和作用 所以不可不可不可 看到了 好 那蓝菌跟藻类 都是有叶律素 都有叶律素 我必须跟你说啦 叶律体跟叶律素差别在叶律体 你没有包含叶律素跟酵素 但是叶律素就只有叶律素而已 OK 不一样 好 那绝对的部分 细菌呢 有什么样 球菌、感菌、螺旋菌 对 那病菌的话是 练球菌跟什么 跟刚刚的梅毒螺旋体 那异菌的部分呢 是乳酸感菌 那蓝菌的部分呢 有两个要备 对 逆菌爪跟螺旋藻 蓝菌 越叫蓝绿菌 越是叫什么 要叫蓝绿藻 那 原生菌类呢 有两个要备 有黏菌跟水黏菌 不要忘记它寄生在 鱼衣身体身上 黏菌寄生在 木头 枯木 或什么样 枯叶上面 那藻类的部分呢 有分单细胞跟多细胞 单细胞要寄两个 一个叫细藻 一个叫星月藻 多细胞的部分 要寄三个 因为石华菜 昆布 还有石醇 石醇 那原动物呢 有三个要被 变形虫 草里虫 还有用叫椎虫 椎虫 不要忘记了 那它们分别 运动的构造 并使用的是尾足 草里虫 鲜毛 最重用的是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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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次单元 讲到的是叫做菌物介 菌物介 我们把它通称叫做真菌 真菌为什么 它们都是真 核 生物 都是有 真的有细胞核的 然后真菌 菌有细胞壁 不忘记 菌 豆细胞壁 缺乏液力体 所以它 它无法情况的作用 所以它怎样 它就只好要去吃别人 然后它怎么吃别人呢 它们的祖先就叫什么 像延伸菌物 或者延伸菌类 所以它们方式差不多 一样把它的消化酵素吐在外头 然后把东西消化之后 再把它吸进来 然后 常见的酶菌、酵母菌跟蜀类三大类 我们第一讲是酶菌 它属于多细胞生物 菌物介 只有一个是单细胞 等下讲到中间这一个 好 那酶菌是多细胞生物 有菌丝 有孢子去繁殖 像是在温暖潮湿的环境 你只要看它有孢子繁殖 都要在温暖潮湿的环境 那有些酶菌会引起疾变 例如说祖先 祖先就叫香港角 这个叫香港角 第三个 有些黴菌常在人食物发霉 例如说像黑黴菌 你的面包啊 土司啊等等的 很容易发霉的话 就是黑黴菌 那这都是颜色来去做命名的 它如果成熟的包子囊 是黑色的就叫黑黴菌 成熟的包子囊 是绿色的就叫青黴菌 这样子 第四 有些黴菌用来体验抗生素的 就是青黴素 青黴素呢 它可以提炼出 盘尼西乙这个东西出来 由青黴菌提炼的 青黴菌提炼青黴素 青黴素就是盘尼西乙 就是一种抗生素 抗生素 抗生素在医疗方面 应该没有问题 好我们看这边 黴菌的部分 这个是菌丝 后面一条一条是菌丝 包子囊 包子囊其实放大蛮漂亮的 你看它 放大蛮漂亮的 像一只可爱的棒棒糖 那青黴菌呢 这个是绿色的 就没有问题 好 一样有菌丝 一样有菌丝 如果你有兴趣 这边有QR Code可以扫描 好 它把包子呢 上面把它怎样放大 其实看起来都还蛮有趣的 看起来蛮有趣的 好 酵母菌的部分呢 第一个 酵母菌单细胞生物 这很特别啊 增菌类里面 唯一的单细胞生物 就是酵母菌 增菌类里面 唯一的单细胞生物 就是酵母菌 然后多是椭圆形的 那样有图片 可以看 抓成粗亚生子 这个是我们上次 断烤就烤过的范围嘛 无性生子里面的粗亚生子 好 它说在有氧的时候 可以形状要作用 那有氧呢 形的一样就是 呼吸作用嘛 无氧进行发酵作用 发酵作用产生酒精 跟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人们利用它 产生酒精 可以就来酿酒 二氧化碳呢 可以怎样 可以制作面包 为什么面包需要二氧化碳呢 因为它发酵过程中 它很像二氧化碳 可以把那个面包 跟面包之间的面粉 把它推开 所以它就有空隙 空隙越多啊 面包就越柔软 好 面包就越柔软 好 那这个是牙体啊 牙体在这个地方 这本身它原来的主体 就是牧体的意思 它在牧体长出来 这叫粗牙生殖 好 这是椭圆状的 OK 好 训练 训练是多细胞生物 多细胞生物 这没有问题 用包子繁殖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 它是在潮汁的土壤或浮沫上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香菇 现在用太空包了 它会让你在一个什么潮汁 都不然就沮沫上去去种它 现在都用太空包了 第二个 日常常用的香菇 木耳 竹 生 都是训练的一种 竹生 木耳 香菇 木耳 还有分白木耳 跟黑木耳 所以 香菇这种会更多了 好 第三个 部分的训练 还没有人用来做药材 例如说 磷脂跟牛杖脂 这个应该都有听过 磷脂跟磷脂 它是做药材的 而它们都属于 真菌类 都属于真菌类里面的训练 OK 好 香菇 木耳 这就是竹生 蛮特别的 这就是磷脂 这就是直浅的 OK 第四个 告诉我们整个事情 这个 如果看到颜色太新鲜的 这个训练 千万不能吃 小处具有毒性 物食有毒的训练 严重会导致死亡 所以不易采用或采食 不明的野生训练 好像这种鲜艳的 好像都是有毒的 OK 好 各位 最后请大家做一下 水糖笔记的地方 那这边有 黎菌酵母菌跟训练 去做比较 那叶绿素的部分 我们看 这三个都无法制造养分 所以都没有叶绿素 所以都是没有的 细胞壁的部分 你知道看 它的菌都有 对不对 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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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菇萊銘發現有一件事就是它長滿金黃色胖球菌的培養米 有個小朋友長了一塊黴菌 而這個黴菌的旁邊都沒有細菌肝長 胖球菌肝長不過去 它對著可能是這個黴菌的生產社會 會有一種阻止胖球菌發育的物質 所以它把這個物質稱為盤離系 那這種黴菌 這個黴菌在顯微星下看起來像一個刷子 所以盤離系領的意思就是有細毛的 好像刷子上面有細毛的這樣子 好 最後都實驗之後 但是當時缺乏純化盤離系領的技術 然後而且當時這個黃胺類的藥物是效果非常好的抗菌藥 而且還可以用人工合成 所以呢使人們就停止去研究青梅素人 但是到最後呢 在錢恩跟弗洛洛里這兩個人 對他的報告非常有興趣 所以它證實了弗洛敏的推測 並存化出盤離系領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在人體事業又支持它的功效 所以呢在美英政府的鼓勵之下 這個錢恩跟希特利 就找到大規模生產盤離系領的方法了 最後呢它普遍用的非常不多 在這個戰爭上 然後呢遍及全球 所以呢改變人類的壽命 讓人類不會因為傳染病 怎樣就死亡這樣子 然後人類的壽命可以延長 所以他們都要諾貝爾醫學獎 OK以上就是這個章節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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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